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客厅 但是我们的真诚 我们的真情是不变的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 可以通过关注投讯视频 投讯图片和新浪微博 了解我们节目更多的动态信息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晚 将会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他们生活感悟的所有嘉宾 掌声送给他们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问你一个问题 你吓我一张 没有准备 年轻时候的偶像是谁 张学友 你还真答了 我以为你回不中 我现在就很年轻了 张学友是你的偶像 我知道 因为你平时生活当中 很爱听张学友的歌 而且很爱唱张学友的歌 你不要告诉我 张学友来了 你不要告诉我 自己看吧 来 有请 我现在正在收看 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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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难眠 哭与痛 失去过 才能真正 重的去珍惜和拥有 情难受 仍难过 今朝一别歌 心中 冷风热 天天地地在心中 我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 把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说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 说再见 再见不会太遥远 若遥远 遥远就能期待明天 你和我重逢在缠绕的季节 我回想 我回头 当我藏起这首歌 远心中 留着笑容 陪你渡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黄昂的是尚绝 进入了阴灾 你会变得欲远 不然 见死阴灾 你会变得欲远 我看见 теп 你会变得欲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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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雪友哥 我是你的粉丝 你给我签个名吧 没事吧 来来来 谢谢 很像 他的声音和他的造型都非常的像 谢谢 本名叫一哥 你也真敢叫啊 这边 你为什么说话也像张雪友呢 我希望大家看我的表演 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掉漆皮疙瘩的感觉 我有点 而且这身衣服 这应该是雪友 是那个二分之一世纪演唱会的 那场演唱会 我看了三遍 今天你们俩要不来 要不要来一把玩一玩 唱一唱张雪友的歌好不好 我刚刚说 满足一下你的心愿吧 本来他这个扮相让我有压力 后来我冷静一下 反正他也是假的 来 尤其我们乐队老师闪亮登场 我们这会有一个小型的演唱会 就交给你们俩 我们这有一个 我们是不是都得要 我们是不是都得要摆那个 那个姿势怎么样呢 你叫 雪友 我觉得他要雪友哥的这个臀部 也比较提一点 臀部要提一点 还有这个学识范 这手表放松就好 等一下呢 我们乐队老师会 起一系列张雪友歌曲的前奏 你们发现这首歌会唱 赶紧抢我们的麦克风 一定要他唱啊 那你把麦 你把你这支麦先交给王冠 我先试试没事 喂喂喂 可以吗 声音可以啊 好 来 我们乐队老师 请出歌 哎呦太天上了你们 你们不来我来了 你来帮我 如果这都不算 是否爱就得忍耐 不问该不该 别怪我没能耐 转身走开 难道牺牲才精彩 伤痛才实在 要为你流下泪来 才证明是爱 如果这都不算 我有什么好悲哀 谢谢你的慷慨 是我自己活该 如果这都不算 我有什么好悲哀 你想要是谁躲 不要是谁的爱 Oh no 还是他的歌词比我少 第二首 这歌深情的适合你啊 这是 黄一来 静静黄我倒地 爱上的什么 眼泪的怀疾 一生的你 一时奈何 方方我再偏偏 有喜好 闷手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等到花儿也写了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等到花儿也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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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帽子摘掉 也还是张税友的发型 这次要抢了啊 真没听出来 原来你 我也会唱 是张税友翻唱的 张惠妹的 我另一个 也许个 扔扔 晒凯秋后 眼里在你的心里 只是无力取闹 因为在你身后 是我赢被死的骄傲 好帝啊 原来你 什么都不想要 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你的玫瑰 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 就算虚荣也好 贪心也好 哪个女人最爱 不自私不奢望 我不想要你的承诺 不要你的永远 只要你好好久就爱我一遍 就算虚荣也好 贪心也好 谁把迷茫扇诺 找找对我的回答 原来你 什么都不想要 我也参加上了 好好听 还有吗 没有了 我唱上瘾了 来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乐队老师 谢谢 谢谢一哥 谢谢乐队老师 他连走的那个姿势 你在上一次舞台会有习惯 因为他腰很软 腰很软 他走路会 接下来有请张学友三号 阿明 他不是张学友腰很软吗 我全扭秧个儿了 来 请坐 一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模仿张学友的 对 我本来名字叫曲迪 一哥是个一鸣 我是真正的刻意的模仿张学友 我是从三十岁开始 之前的时候唱他的歌已经很多年 但是没有刻意的去模仿 然后中间有做过其他的工作 中间有做过主持什么的 也有过 然后没有去正经的上班 然后就做些小生意什么的 转了一圈子又回来又做了模仿 模仿张学友是因为周边的人都说你长得像他吗 唱歌像他 一开始的时候 说像的不多 同学里面我的好朋友有说 他说你歌唱得真像张学友的歌 但是没说过长的 后来慢慢的 其实我觉得你长得也挺像的啊 你们看是不是真的有点像啊 挺像的 随着年龄增加 学友歌的也最后慢慢大了啊 我觉得好像我又靠近了一些 参加歌唱比赛演出都是唱张学友的歌吗 也没有 中间有一个阶段呢 还很想摆脱 摆脱张学友的影子 是为什么呀 因为最初的梦想 做乐队 买一把琴那么多 算好长时间前可以买一把琴啊 其实目的就是想做原创 因为原创没有阅理基础怎么来做呢 那我就每天自学 一边工作一边自学 你要是创造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你就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 我就买了很多什么 包括刘欢 多明哥啊 什么的 反正能买到的磁带的东西 拿回来就听 想把这些东西提炼出来 一些东西给自己灵感 怎么就脱离不了呢 其实真的很难脱离 但是说实话 从事模仿会常常让人误解 我经常经常的纠结这些问题 我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排斥的又接受 排斥又接受 排斥又接受 然后又创造心动 创造不出来后很矛盾 那段时间我就不想唱歌了 有句话说 模仿是为了超越 它听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口号而已 对 它是一个奇迹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 一个就是当你想放弃的时候 是因为尽管有掌声 有鲜花 有收入 但是你觉得舞台上那个不是你自己 对 这个过程也有 但我最近这一两年 好像感觉好一些了 开心的多一些了 因为大家对你还是挺喜欢的 就是觉得自己这样的方式有价值 很想把这个人物做得让他们更好 看到我的时候感觉 仿佛 真的看到好像有点张旭 我感觉 从包装到进场 不止一次碰到 有些喜欢张旭的人 激动 哭得蛮多人 我一听不清楚什么 抱着我 就是我好像我很喜欢你 或者我很喜欢张旭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又有价值 从事着学习 又从事着以后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觉得 而且还有收入 还有收入 还可以养活自己 还可以做比较喜欢的事 你做模仿这一行 家里人支持吗 当时 妈妈现在一直也不是特别支持 因为她觉得 我的工作风险蛮大 每天大量的时间在赶路 平均差不多一天 要十个小时在工作 你成家了吗 成家了 所以现在的打拼是为了家庭了 对 你今天是委托人 最想感谢谁 为什么 感谢人太多了 最想的 其实还是妈妈爸爸 还有我的夫人 爸爸已经走了 我还可以去照顾的 还可以去分享的 就剩下妈妈了 我很珍惜 她真的是个宝 我们有请一哥的母亲 我说 facility 当时 还可以去 宝贝 何方法難過幾千年 我說誰都不變愛 誰呀跟誰呀跟妳 想想起幾歲來公圍 沒法公眾誰說的 一天我还是情深更稀奇 咱又有天地地 八月的八月面 三口又三岁工作走 阿姨 您今儿这个出场 是儿子给您设计的呢 还是您自己设计的 实话实说 您自己设计的 所以妈妈也喜欢唱歌 非常喜欢唱歌 来来来我们坐这聊 妈妈说二位宝贝好 今天是精心打扮来到我们现场 像我这种年纪 我喜欢向上一些 阿姨那你看刚才一哥说 您看您也喜欢唱歌 那您为什么当初反对他模仿张学勇呢 我总想到让他从科班出生 就是科班学生乐 音乐 你觉得那是正路子 对 但是他自己爱好 爱好呢 现在我只能支持了 只能支持 您这话说的有点无奈 对 因为太累了 我发现了 模仿这个东西你得像 那你自己愿意百分之百的像 所以他的付出可能要百分之二十 一百二十的努力 在家练唱练就这样 辛苦 那你这边不能泼冷水了 只能激进支持 妈妈现在很理解儿子了 对对 您对他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我希望他以后呢 最好少点空中飞 多陪陪自己的妻子 陪陪我 再诞生一个二代 让我在永生之年 想点天伦之乐 现在还没孩子是吧 没有 没有 但是妈妈的要求不高啊 对啊 妈妈 很朴实的要求 这就是家人嘛 就没有要求 今天他来到现场 也特别要感谢您的支持 我相信我会 有机会更好的照顾妈妈 谢谢 多一些时间 给家人 去分享这些快乐 我相信我也会不久 逐渐的多一些这样的时间 做笔说更重要 好 想想 飞得再高 飞得再远 对 总有要着陆的时候 今天要给妈妈唱什么歌 其实我想带着妈妈唱 因为 她特别喜欢唱歌 东方蜘蛛 我觉得你应该还可以 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好不好 来掌声送给母子俩 小鹤鹤鹤 向哪流 游到香江去看一看 东方之处我的爱人 你的风采是否浪漫 一人 月儿湾湾的海岛 夜色深深灯光闪亮 东方之处正夜未美 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 让海风吹不了五千年 每一滴泪中 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 牙海变幻的诺言 牙海变幻的诺言 让海风吹不了五千年 让海风吹不了五千年 黄色底脸 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偏 黄色底脸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想要了解央视综艺的更多动态信息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 希望微博爱情央视综艺 当然你也可以参与到 我们的及时互动当中来 只要你拿起手机 打开微博微信 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 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接下来有请委托人高小丽 我家住在黄土高峰 大风冲破山刮棍 大风冲破山刮棍 不管是东南方 还是西北方 都是我的根 我的根 我家住在黄土高峰 大风冲破山刮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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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风冲破山刮棍 不惯过去 不管过去那多岁 if犹不悦 肚子贝贝留下我 留下我 医望武器 唱着歌 还忍身 cage 这条黄山刮棍 我借助在往途高坡 四季付出挂沙坡坡 不过爱是八百年还是一番年年 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唱得真棒 夏明哥好 冠冠姐好 你好 你歌唱得真好 缺点就是暴露你的隐私了 知道你们家住哪了 我们家陕北的呀 住冯土高坡 对 我们家就是冯土高坡 来自陕北的 我觉得陕北民歌大家都很喜欢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首 你们家乡的歌 可以 再来一首 好听 那就再给大家唱一首走西口吧 好 走西口好 你看现场观众的掌声 你也有掌声 也感谢你 也感谢在场的观众朋友 你就坐着唱啊 坐着唱又能更高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 我有花儿留 走路 走那大路口 人马多来接忧愁 哦 青青的蜡烛 哥哥的手 往往往的泪水 止不住的流 只很美 美 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哦 只怕哥哥哥走 回家门口 谢谢 我唱得不好 我感觉还没有到位 因为我没有学过 都是我自己 经着手机 跟着手机唱的 你这都是跟着手机学的 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23岁 我的身高只有90公分 我们第一次见面 如果我一上来 就会问你这个问题 显得我有些不厚道 但是我相信 大家可能会第一时间 很想要了解你的身体状况 什么原因会导致身高停留在90里 我是那种歇天系的那种脆骨病 因为就小时候一摔 不小心摔一跤 就会造成骨折 可能打一个喷嚏 就会骨折 对 就是 机场就会 这边刚打完石膏 然后机边一不小心就有骨折了 一次轻微的骨折 就要在床上 要躺三四个月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独立生活 想到要用拐杖来行走的 我是从12岁开始 别人家的小孩 有的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人家都上了高中了 我还只能在家里 依靠着父母 他们也要下地干活 因为我家里是农民 所以我就想吧 如果我自己下地走漏了 我能自己照顾我自己了 我爸妈也可以出去干点活 不过学的走漏的时候 也感觉很困难很困难 从来都没有走过路 我那时候一开始是煮的双轨 也是学走漏的时候 也是不少骨折 你上过学吗 没有 连学校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也很想说是 有一天我这阵也我也能上学 但是从来都没有 没有上过学 那你在家一般都会做些什么呢 就是听歌吗 就是听歌 还有就是学字 我自己在电视上 学着 看一个字 然后对一个音符 还有的就是 有很多知识 也是在嘉明哥 那个主持的那个 开心词典里面 学了很多知识 你是看着我的节目长大的 对 我就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 开心词典里面是02 也十多年前了 哇 你这么老了 哇 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声音小点 大家都知道 你也是一个很靠学的人 虽然没有上学 你有工作过吗 以前呢 真是在家里 也没有见过什么失眠 自从我有一次 在大街上 看到一些热食主题 他们也是就像我们这些 有残缺的人 他们在那里唱歌 然后也有很多关注 也有给他们支持 给他们掌声 所以我呢 那时候我就想 如果你像我 如果我也学会唱歌 我能不能也会像他们那样 那时候嘛 也家庭情况也很困难 只有一台收音机 有一盘磁带 那时候就是 我就是在那个磁带里面学的 第一首歌 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就是这样慢慢学的 然后我就加入了 他们的一个团队 全是残疾人 也能就是说 能赚点钱 能雇点家 也能小活自己 可能你在很小的时候 都没有想过 未来会有这样的生活 但是对 你都做到了 我那时候小的爸 我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现在以我爸妈照顾 如果以后我爸妈老了 我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自己小的 要自食其力 小丽是一个 你要强的女孩 其实人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可以做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很多人可能因为现实的状况 我喜欢这件事 但是我却不能让它成为自己的事业 但是你可以 我有注意到一个细节 它这个无名指上有一个戒指 小丽已经结婚了 恭喜恭喜 我不但结婚了 我还有一个小孩 爱睡了一个小孩 一个男孩 你就 你看起来就跟小孩一样 其实我是小孩的妈妈了 宝宝多大了 两岁了 他们来了吗 来了 来 我掌声有请 你好 请坐 两岁应该会说话了吧 你好 就姐姐 一看就是单身姑娘 两岁还有点难度 能叫 看她的心情 你好 叫加密叔叔 还是叫加密哥哥 你不会刚才在梦中梦见的 大会上就跟我长一样吧 韩先生 怎么会认识高小丽的 我是透过口口聊天认识的 你是被她身上哪一点所吸引了 喜欢她什么 唱歌后就找的也很漂亮 你们聊天多久之后开始见面的 小丽一年吧 你在见到她之前 知道她的身体状况吗 不知道 所以你看到她 可能是很出乎意料 很震惊的 我第一次见到她 就是她主持耍鬼 其实第一次我们见面 谁都没看上对方 第一次都没对上眼 你是为什么没看上她呢 就是像我老公这样的条件 她找一个正常人完全可以 我认为她不会选择我 后来怎么又开始的 她主动追我的 那你还不主动说 她这个人比较有点很内笑 主要是她说了一句话 就改过了 谁才知不才 叫那些留下谁刻的意思 那你肯定是有想好结果的 你自己有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吗 其实我妈妈也是鲁雅人 那对你来说 你的担子会更重啊 我母亲老了 我又要照顾母亲 又要照顾妻子 就在上面 你一句话就说 谁才知不才 你在想你一个大小伙 你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实际上她的这句话 是鼓励了你 我有一个对立 你们谈恋爱多久之后结婚呢 她交集三年结的红 结婚多久之后有宝宝的 六个月 六个月有了宝宝的 所以有了宝宝之后 我相信其实 对于你们这个家庭来说 意义也不一样了 现在你们带孩子多 还是双方父母带 我们家小孩一出生下来 就是我自己 我们两个带 真厉害 因为我感觉说是 给谁带都没有 我们自己放心 当时你们决定要孩子的时候 对于你这样的身体状况 我也确实是挺害怕的 那时候我刚开始怀孕的时候 去医院检查 人家说 哎呀你这个不一定能是受产 有危险 危险很大 我那时候刚开始怀孕的时候 每个月都去做检查 做一次检查 然后我那时候到了六个月的时候 怀他的时候 有一个大夫告诉我说 我们那里不是农村吗 他说你赶快 在那个到城里边去 因为这个小孩 嗯 害怕你自己肚子太小了 呃 城不下 会导致他的缺氧 我就没有听他的 我感觉我自己能意念能能行 所以我就坚持的 嗯 把他就怀够了九个月 剩下了 好不产 不过确实怀他也 我确实做成 给我做成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现在怀他的时候 把自己的肚子给 就是说 就是咱们 就咱们那种 呃 老话说 把肚子给撑破了 我现在呃 回去 这一天 完了我还要回去 还要做手术 再一次手术 把我的肚子给缝 缝起来 因为怀他的时候 撑开了 没有办法 为了我的儿子 我很高兴 给孩子起的什么名字 他叫明明 现场观众 你们笑得那么开心干嘛 天下叫明明的人很多 当然我也是 我还在想 为什么你们都在笑呢 恍然大物 原来我眼前还有个明明 他也叫明明 大名叫什么 韩明轮 天上飞的龙 明明白白 对 因为他也是鼠龙的那一眼 也鼠龙 嗯 龙年那一年生的 小伙子 等你再大一点 看这段影像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很了不起的 你必须要做出 了不起的事 也才对得起爸爸妈妈 这是 大明明对你说的 看到自己的老婆 然后现在还有自己的孩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们这个家庭 还是很幸福的 很幸福 我感觉很幸福 韩先生 不爱说话 并不代表不懂浪漫 你有什么话要对妻子说 他以前说过吗 他从来都没有直接对我说 老婆 你是永远最 最坚强的 就是在 2012年 11月14号 给我塞了一个大炮儿子 那天我 感觉非常地高兴 我爱你老婆 有什么话 要跟你的老公说吗 非常感谢他 说接受了我 没有感觉到说 是我 收集上的餐饮圈 想给老公唱什么歌 唱一首 《遇上你》是我的原本 歌曲 danseem 山下的情歌 是这弯弯的河 我的心在那河水里游 满天下的香气 是这弯弯的路 我等门都装在西郎里游 一切等待,不再是等待,我的一生就显得了你。 遇上你是我的人,守望你是我的歌,心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爱你,就像山里的雪,嘿嘿,莲花。 就像山里的雪,嘿嘿嘿嘿,老公我爱你。 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鸳鸯金楼为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委托人准备的这样一份幸福礼包,感谢。 有请委托人周世芳。 买苹果了,买苹果了,有碎有茶,美容咬牙。 我中的苹果,你看看,多么熟了,大家都在美啊。 周大姐,周大姐,您好,您好,您是我们的委托人,这一上场特别客气啊,来我们新家就带了好多礼物。 你这苹果是你自己家的啊? 是啊,那个,我今天,啊,你俩一个,要,要帮您拼着吗? 不,墙上啊,好红好大啊。 你俩下吵着,我继续推卸我那苹果。 不是不是,我看着你这苹果有一点不一样,这个,您这苹果是什么? 等等,我推卸,推卸我那苹果,好不容易上这个舞台了。 那个,那一元不是,一蒙山区嘛,一蒙山区,他第四个啊,他那个,被称为山东无极,呃,那个,提前海拔的四平米以上啊,然后对高的,陆山山峰是11808米。 有因为,他的,他的,他的山河吧,然后没有人和五人,然后都是海的山河水啊,所以这么强,然后他那个,黄州四甲城,周园万传的,啊,他那个,就是,得钱多厚的这个地理条件,嗯,就,就,就,那个,哈,种出来这么好的苹果啊。 大,大姐,你就说我这个苹果啊,就说一会儿蜜了这么钱啊,嗯,你尝尝啊,嗯,大姐,您这,您这,我们这访谈节目,您来推卸苹果这合适吗? 哎呀,我好不容易上这么个大舞台,哎呀,我今天搞激动,很甜,哎,很脆,您这喜过吗? 那,喜过,你不懂啊,他透了嘴的,他说没有任何的污染啊,那么,你就等他回去慢慢吃,哈,这个,苹果,这个。 哎呀,哎呀,你不要,快,拿拿你的手来,这不是印上去的吗? 这,对呀,我刚才一直在看,把这个,把这个,大姐,我就两个手,啊,拖一回看到嘉宾对我们有如此高的要求,啊,好可爱,这,这,我想,我想问你,这,上面这个字怎么就会印上去的呢? 哦,因为那个,他摘了袋以后,他不是摘,当然那个时候是没见过,不是摆的吗?摆的以后,他也摘了袋以后,他有半个多月的上色,上颜色,然后吧,就把那色吧,能成那种,啊,黑的那种塑料的,也就掀上,掀上以后,他不就那个黑的,他透不见过去啊? 他不就是,他不就是,现在摘了,又是,就走了,上色的时间是半个月,对吧? 半个多月,哎呀,是,所以您这是,为了我们向幸福出发的,有个目中的苹果,啊,由此可见,我好几年前,我就想上这个节目了,我真想说的,好用心啊, 他是,始终上不来,只会吧,一次一次的报名,东西可能是觉得感动了,嗯,就我上来了,就我上来了,咱是咱是,因为我好唱歌,我还想唱个歌,哈,你俩就半个五,行吗? 所以说嘛,吃了别人嘴软,我们有请苹果姐,给我们带来小苹果,吃苹果的两个主持人伴舞,那我们那拿着伴舞,拿着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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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伴舞, 我种下一颗种子,终于当出了过世,新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太阳每天为你生气, 变成蜡树燃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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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 活活活活活活 提示我的 小眼小苹果 就像甜甜 最美的云朵 春天又来到辽花 海满山坡 种下希望 就会收获 好了,苹果 推销完了,歌也唱完了 大姐,咱能聊个天吧 哎呀,很爽 我也是,那个 上这个舞台吧,钢剪掌 然后吧,你算会剪掌,会剪掌 我得把我的 我的劳动成果都推销出销 我还有啦 哦,向幸福出发 我要送给 你们两位主持人 我们俩一样的,谢谢你的心意 还能带来一个更大的惊喜 还有惊喜啊 只不过吧,我这个东西太大 哦,傻俩的热吧,大不了 没事,我们有个事 嘉明老师,今晚就十个 十个观众朋友 帮我拿,是吧 你需要十个观众来帮你拿 来,我们请 要十位热心观众啊 您这是地毯吗 这是 一个巨幅的十字秀 这个是请名上和图 请名上和图 等来几个朋友帮我忙去吧 来,您在那边 周大姐,您这修了多久啊 我是修了六年的时间 六年 我的天 这边还能再来点观众 这边再来观众 来,稍微往那边 差不多两米一个 两米一个就行 两米一个,对 再开一点 这边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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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把他卖出去 家里吧 生活条件 不是还好 父母身体不好 然后吧 我想把他卖出去吧 能加强一下 他老公的那个负担 因为他吧 还得出去打工 然后我还刚 有时候出去唱歌歌 他这个小比赛啊 这不就是家里一些 照顾父母啊 照顾孩子 还出去打工 所以我们身后的这一幅清明上海 都是您六年的心血 就是平常的时候吧 农忙的时候吧 我就是刚晚上休息 然后农想了 就是吃了苹果以后 我冬天没吃了 就是点上个炉子在家里 怎么样 一点点的 一天基本上就是都在休 就是我老公只要不出去打工的时候吧 他就 他就做好饭 我吃完了 我继续休 这么样吧 就是六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有心人啊 对这样的一个长段二十六米啊 呃 长二十二米 二十二米 二十一米 二十一米的清明上河图 六年的时光啊 你要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现场热心的观众啊 谢谢你们 是不是很壮观 对不对 谢谢你们 好谢谢你们 来我们收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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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推销推累了是吧 嗓子哑了 口感沙头 口感沙头了 吃了一个苹果 哎呀 我家的家都 真是舒服 是 周大姐您上场啊 就是看了您很多的举动 你看这推销苹果 然后要卖十字秀 刚才初步了解了 您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帮助家庭减轻压力 婆婆身体不是很好 然后再加上您也为家庭付出的不多 是吧 您喜欢唱歌 嗯我喜欢唱歌 我从小就有这个梦想 嗯 能登上大舞台 能为更多的朋友唱歌 然后我的性格也是很火火开朗的吧 我就想把我的快乐带给每一位观众朋友 嗯 然后大家都快乐起来 这是我的目的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这么多年来 您可能没干什么正事儿 都在唱歌 所以呢也没为家里赚多少钱 觉得 所以我也觉得 内心有点没救 我老公有愧欠 是的 嗯 我就想把 那个修修这么个大作品吧 没出去 就是给办一下经济状况 然后就把老公 手 手劳力一点 嗯 所以今天作为委托人来到现场 您是要感谢您的老公的 是 我们把周女士的老公请上舞台一块聊吧 好不好 好 来有请 你看 这一看就知道 你们家你是享福的 你看看你老公的身材 哈哈哈哈 您太太一上来就说啊 亏欠您 我老公反正不大善于表达 你们结婚有多少年了 八年了 八年了 基本上 基本上家里的活都是老公干的 他平时做些什么呀 下乡送货 我记得有一次哈 为什么说我特别亏欠他 就是有一次我老公去送那个纸箱子 他不是每天都是可能差不多就晚上七八点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啊就回家了 有一次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然后手机也打不通 然后到早晚到了可能是差不多凌晨一点左右的时候回来了 回来以后我看着他浑身土啊 我问他哎你怎么了怎么身上那么多土啊 平常时候纸箱子上面也没有很多土吧 然后他说老婆其实我今天没给没没敢告诉你 我在送箱子的时候吧可能是然后劳动量稍微大点了 然后吧可能晚晚饭可能吃的晚点了就是基本上就是那肉没吃 因为下午四五点钟吃点饭 到了半夜十二点的时候了 他不就饿了哈 可能是又又饿的时候吧 哎呦眼前一黑 他得给那个人卸巷子的时候 在那车上也叼下来了 叼下来了哎呦 摔着 胳膊腿都摔破皮了 对就是那样 然后当时当时的时候 那那个那些广东啊一看他叼下来了 然后就又跟他掐人中的 又又又干这个干那个干净打了一二零 然后一二零来了 来了以后老婆醒了 醒了以后 那个他说没事没事 你看看我这不才能活动 我起来活动了活动 你们走吧 他也是怕花枪也也没去看看 反正他觉得能动就行了 只是破的皮啊 然后晚上回去了 回去以后 他说老婆其实我甩了一下 我没敢跟你甩一半 一样的孩子又小 我要给你打电话 你敢着急 我不行我叫你着急啊 你要着急你也没有 咱又没有什么交通工具 你去是吧 去不了 而且在家里就是光知道流泪 是吧 然后他那一说 我才更难受 我说你应该走 跟我说 走说了以后我就 你就 他也是怕你担心 对他就是怕我担心 对 等我们休息了以后 等我们休息了以后 然后我就在被窝里偷偷的哭了一大半晚上 我说我现在老公这么劳力 我应该多做点多干点活 多做点一些事 就是多出去打点工 多赚点钱 让老公稍微的不要太劳力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十字绣赶紧绣成了以后 赶快把它卖出去哈 让老公稍微的稍微的轻松一点 其实看你老公 我就觉得是一个特别朴实 特别任劳任怨的人 而且在你刚才诉说这段故事的时候 你老公第一反应就是安抚你 他没有太多的言辞 只是他都是在行动当中 细微的动作都能够体现他对你的爱 说说你老婆他喜欢唱歌 和你结婚之后 一直都在追逐这个梦想 你也特别支持他 我老公不难 我替他死了 你是你们家新闻发言人 我看出来了 我平常爱说话 他的话都让我说了哈 然后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哈 我们那个我们省里边有一个节目 一个稍微大点的节目 就叫红歌大家唱 去那个上我们市里边去海选 当时投两三圈的时候 决定了去参加这个活动哈 然后没想到明天去了 今天下了一场大雪 这个大雪吧 就是百年不遇的 那是07年的一场大雪 然后啊 然后就是下的很厚 那全部那个路上都没有车通了 就是不通车 不通车怎么办 呃那个 我说哎呦 我说不去了吧 我有点就觉得可能 肯定是老公要那个什么的话 他要不支持那会儿 他就不让我去了是吧 但是老公说哎呦 你说这么大雪啊 咱看看要不咱 我我陪着你下不住 咱去那个看看下里有车吧 有车那多少去 他说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 你能白白的错过吗 你你你你得去试试 你这个水平到底怎么样哈 哎呦 那个哎呦 我觉得他一直支持我 我就觉得现在就累了 那个那个勇气了 哎呦 哎呦我当时我也觉得 那个心里不在地就容易 现在老公哎呦 这么支持我哈 然后我们两个就他就扶着我呃 那个我们就那么夸的那个 互相惨服的天天壮壮的走了 二十多里路 这个时候参加比赛唱的歌叫什么 呃天鹿 天鹿 天鹿给我们来一段好不好 好来欢迎释放 欢迎释放 欢迎释放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 看那天鹿秀到我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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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 温雪高远送来安康 我愿意搜起人它 那天鹿錢甘菜 那是一条山蟋的尖路 在我们都渐渐渐提倉 琴歌就所有唱会更加香甜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谢谢 嗓音非常棒 真的 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刚才小苹果的时候我还没意识到 你刚才一亮嗓把我吓一跳 真的唱得很好听 很棒棒 怎么听完老婆唱歌如此淡定 家里听多了是吧 高兴 现在是不是生意也会特别好 因为你也到处在推销自己的苹果 你还到我们节目里来推销了 不是 搞苹果玩这两下的比较 不大行的就是 那个 其实在这个地方 还得感谢一个一个大哥 叫张伟大哥 他特别的热心 他成立了广东合作室 就是专门为我们的广东在一块吧 就是叫传授今儿 接受 还有说吧 还请那些 省的那些老专家 那教授啊 去今儿讲课 我们才能种出这么好吃的苹果啊 如果不的话 没有接受 确实是不大行啊 所以说哎呦我非常感谢他 就是今天那个啥 他还得帮那个观众买苹果啊 他反正来不留 哎呦我说那刚可惜 我现在当面感谢感谢他是很好哈 所以张伟可以说是你们的致富的引路人 不仅仅是找专家 跟你们支持技术 还要负责销售 所以让你们就没有后顾之忧 就是啊 我之前我们就最梦有私家了 他很爱老公说把手里叫他 怎么家子啊 四肥啊 怎么一下哈 呃 偷得这里的那些事 但是师方真的夸夸你 你的歌跟你的苹果一样 是啊 非常甜 非常脆 今天师方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其实就是有两个目的 一呢 想要感谢老公 呃 第二呢 也要感谢张经理 呃 有说到张经理 因为在呃 家乡可能要 有自己的工作 没能来到现场 所以也觉得挺可惜的 真好讲解了 苹果的时候啊 然后他不是帮我的观众美苹果吗 哎 周大姐 我们把你们请到我们现场来 怎么能不把接收人请来呢 对不对 太小看我们了 来 掌声有请 掌声有请张伟先生 欢迎你 小先生 你看这一出场 两口子很激动啊 这要感谢的人都来了 怎么就一下 不声了呢 都没准备好你知道吗 没想过他们来 不知道说什么 怎么突然雷了 还直播咋的锁了 来了不知道说什么了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 现在您主要是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 我呢 也是一个种苹果的农民 呃 一直以来啊 就想着把这个农民这个收入怎么去提高 因为咱们现在的农业啊 这个比较减刑 农民啊 也非常的困难 这个心情苦苦的营业侠俩 有舒服啊 可以说是这个收入非常违高 不确定性太多 由于咱们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 对 呃 缺乏技术 嗯哼 信息不畅 所以说呢 我就想把这些乡亲们啊 组织起来 成立一个合作社 呃 聘请这个专家 来为我们授课 来向上指导 把我们这个技术提上去 这个我们呢 得把这个好的苹果 通过这个 现在的一些新的销售渠道 把这个品牌打起来 把这个销售价格提上去 让咱们的农民啊 这个 活的有名字 这个有了有飘子 现在您的这个合作社 像他这样的家庭有多少户 现在我们目前是206户 呃 大概这个一年的产量 如果大概有多少收益 一年的产量基本上就得这个三千五六百吨 三千五六百吨 哦 基本的这个这个是 啊 相当厉害 他以前的时候吧 那那那那那说吧 他 人家才没几千块钱啊 现在 就通用了这个 那个找一 穿出的这个几十五的 现在多少 上完了 上万了 祝贺祝贺 我们把祝贺的掌声送给他们 周世芳 对张经理的感谢和对老公的支持 画在接下来 你演唱的这首歌曲当中吧 啊 行 那我就把一首 呃 还好听的 天蓝蓝 送给在座的 呃 那个 张维大哥 哈 老公 贾明老师 文化老师 哈 还有所有人 下场的观众 好 我们都喜欢蓝天 天蓝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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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草香 是心中的天堂 谁把思念画一双翅膀 啊 啊 啊 敞开你胸膛 寻找传说的愿望 云霄外 飘散最动听的悠扬 天蓝蓝 秋草黄 伴云水的流畅 谁把思念远远的眺望 啊 啊 暖暖的阳光 让我纵情的幻想 九天外 是那最洋艳的光芒 一场美丽的巨蚂 做你驰骋在天涯 你受过古老的神话 我传说 再多美丽的幻想 让它盛开在天涯 我的心被荣华 我的心被荣华 梦想就会到达 让我变成美丽的巨蚂 和你驰骋在天涯 一起守护古老的神话和传说 美丽的美丽的晚震 当它盛开在天涯 我的心被融化 梦想就会到达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本来物学昏迹黄金 9999专家鸳鸯金楼 独家冠名播出 接下来有请委托人刘淑玲 幸福是生活 朋友好父母 幸福是爱的感觉 忍受的火 幸福是情的交融 温和的火 幸福是情的快乐 花开门山坡 幸福在哪里 朋友好足 幸福在我的 灵不全境任何 幸福 静坐追求 静住生活 幸福在风中 月中 芳芳光洒泊 好雨中 光不长流的火 多 多谢送付送你 一首幸福 好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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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盛失在中国 开门 你不应付 你是天赋 无数 天赋 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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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赋 无数 天赋 无数 天赋 无数 天赋 天赋 无数 天赋 无数 天赋 无数 天赋 幸福在哪里朋友告诉我 幸福在我的天地人和 幸福尽做追求尽做生活 幸福在风中雨中 芳芳滚洒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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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尽 幸福尽 大家都来唱幸福不得 幸福 幸福 大家都来唱幸福不得 大家都来唱幸福不得 谢谢 谢谢 谢谢刘士玲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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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特别好看 我不上镜是吧 你好 你好 来 请坐 老师依旧是我们女同志心目中的男神 那身为女同志的身为品味要急需提高 不过谢谢淑玲啊 我觉得她唱的很 跟我们的主题很贴切啊 就像是我们节目的新的主题歌啊 刘淑玲的工作是一位老师 对 老师 教什么的 教音乐 教音乐 你今天作为委托人来到我们的现场 是想要感谢谁 我想通过向幸福出发这个栏目 谢谢我的爸爸 大家不知道啊 我家三四代都是教师的 都是老师 但是他们很奇怪 偏就不让我这当老师 爸爸还没有表示非常支持你做老师这件事情 对 因为他觉得 可能他觉得教师挺辛苦的 没错 但事实上 360行每一行都不容易 好 今天我们把爸爸请到我们的舞台上来 把话说开了吧 好不好 来 掌声有请刘淑玲的父亲 妈妈也来了 欢迎二位 欢迎欢迎 请坐 我们家呢 一共有四代人 到他的四代 都是在老师 那么呢 我想老师这个职业呢 这个很辛苦 我想我们这个到他这一代呢 要放一个职业 因为我现在也在教育部门工作 我的爸爸 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他们都在那里 所以呢 为了这个事情呢 呃我们曾经他在初三的时候 我们的一家人在这里 我们的一家人在这里 示范后 饭后 选留的时候 谈这个方面的事情 谈到这里 我们给他发生一些精彩 嗯哼 发生精彩 刘老师 我叫您刘老师 对啊 刘老师这样吧 我觉得 您女儿现在已经从事了这个职业了 究竟她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快乐 她是不是有成就感 我觉得最有发言权的是她的学生 今天呢 我们把小刘老师的学生 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和您老刘老师来交流一下 好不好 是吧 有这么多学生 来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同学们都打扮的特别漂亮啊 因为要参加老师的节目 你看你看你看 你们不是有一个节目 要给大家演唱的是不是 是我们先来表演节目好不好 对 来 有请 我心中有个太阳 我心中有个月亮 我眼前有一天 红花绿草 我听到小鸽子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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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一人间当当 常常你还有我一天强 只要我心中有个太阳 起雄不归 黑暗无光 我心中有个太阳 我心中有个月亮 我眼前有一天 风花与草 我听到小鸽子的歌唱 我听到小鸽子的歌唱 我观察了一下 刚才小朋友们在唱的时候 我们的老刘老师从头到尾 情不自禁地一直在拍手 他们唱得好跳得很好 唱得好是谁教的 小刘老师 小朋友们今天不是空手来的 有带礼物是不是 什么礼物呀 画 这谁画的 是我画的 是你画的 什么意思呀 跟我们解释解释 这要是大百灵鸟 在叫小百灵鸟唱歌呢 有一只大百灵鸟 是小刘老师吗 是 你跟刘老师学唱歌有多久了 两年了 两年了 觉得你自己进步大不大呀 大 你是你们这学生当中 年龄最小的吗 对 你今年几岁啊 今年六岁 六岁了 你几岁 九岁啊 九岁你觉得小刘老师 和其他老师 比有什么不一样呀 我觉得刘老师 上课的时候很温柔 温柔 这是我头一回来 听到心荣老师温柔 这幅画是老师带我们去卖报 就是把他们卖到的这个钱 然后买一个礼物 送给自己想送的人 这幅画很有特点啊 这是长颈鹿 你不要告诉我 这里面哪一位是刘老师 大的是 为什么会用长颈鹿来代替刘老师和你们呢 因为我最喜欢长颈鹿了 我觉得长颈鹿最漂亮 我还以为长颈鹿唱歌高音最高呢 好 还有一幅画 是哪位小朋友画的 这个是你 这个大红太阳 是刘老师 这些小笑脸 是我们小朋友们 小朋友的世界真的是五彩缤纷 而且充满了爱心啊 所以这就是我 为什么喜欢当老师 原因 天天和小朋友在一起 真的特别开心 老刘老师 您不用急着表态 我还有东西要给您看呢 今天这只是部分学生代表 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们还有一段视频 还有一群特殊的孩子 有话要说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亲爱的顺铃姐姐 你好 我是顺铃琴 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是你帮助了我 在我困难的时候 是你资助了我 是你陪我走过了 那段不开心的日子 为此我有终地祝愿顺铃姐姐 你事业有成 天天开心 嗨顺铃姐姐 你好 我是宁静 你每次回湖南都来看我们 而且你还教我跳舞 我告诉你 现在我的舞跳得很好 我还打算去参加一个 是你的青春歌舞比赛 记得要去尝回来看看我们哟 铃琴姐姐 你好 我是清卓 感谢你向我们唱歌 现在我的唱歌水平有所提高 那么我现在呢 即将参加 是你的才艺表演 争取达到好的名次 宁静姐姐 你好 我是黄小师 在我最快乐的时候 是你鼓励我 资助我完成学业 现在我已经高三了 我一定会争取考上好的大学 不辜负你的期望 树林姐姐 你好 我是王丽莎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我正要参加导游资格证的考试 我一定无法辜负你的期望 争取考到导游资格证 祝你天天开心 树林姐姐 你辛苦了 常会让大家 我们想你了 这个我 有种地感到这个高兴 为他骄傲 我支持你 加油 我爸宏乃不跟我讲这种话了 现在我感觉是真的 为北京的建设 为北京的培养人才 祖国的发作 做着世界的奴隶 而且我觉得小刘老师选择这个职业 从侧面也是对您的一种肯定 因为他从小在这个家庭氛围当中 如木然看到了您的榜样 所以他才会选择这条职业 说明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 不敢当于有些有一点吗 老刘老师 今天小刘老师没给您准备礼物 但是没关系 我有个提议 因为刚才我们的小朋友啊 都画了很多画 我们要不把这个画送给老刘老师 你们觉得呢 好 好不好 来 谢谢你们的画 今天你女儿来到现场 爱要大声唱出来 在唱歌之前跟爸爸说点什么吧 我希望爸爸呢 能够尊重我的想法 我会呢 继续努力下去 把我的教育事业干好 那我就把一首长大后 我就承认你送给爸爸 好吧 太贴切了 谢谢你哥很好 很贴切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太贴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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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是永远 也不想要大声唱出来 就这儿一只能够 我会想要大声唱出来 哦,我就身為你, 他膽造逃就是你。 畫成的世界只福, 嗎瞎是妳的鏡子。 ucha恥狂,我就身為你, 传给其中大个天后 记住的是你 冒险的是你 唱歌 唱歌 我就唱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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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我就唱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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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 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 也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 和电视机前一直收看和陪伴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也可以带着您感人的故事来到我们的现场亲自点歌唱给对方听 本栏目是由婚庆黄金9999专家鸳鸯金楼独家冠名播出 请记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周二晚七点半在央视综艺频道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 我爱哭 爱笑 爱闪亮的东西 不爱出风头 我不够成熟 但足够真诚 我不渴望变得多强大 只想把最细微的感动都转达给你 我有个华丽的名字 却喜欢简单的幸福 而幸福其实是一场接力 把爱大声说出来传下去 我是王冠 跟我一起向幸福出发